谢霆锋和张博之之间的感情状况复杂而又简单 两人的婚姻持续的时间并不算太长 仅仅只有几年的光景 但是当中却发生了大大小小的诸多事情 最后尘埃落定的时候 两人决定分开 令人唏嘘不已 在一次颁奖典礼的过程中 当时谢霆锋和张博之同时参加 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共同出席颁奖典礼 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 谁注意到谢霆锋对张博之的称呼 只见谢霆锋说道 今天感谢我的老婆陪我一起来 这句老婆直接让台下的张博之热泪盈眶 网友们听到后都有些泪崩 可以看到当年的两个人确实是相当恩爱的 即使是出现了风波 谢霆锋也没有想过离开张博之 而是默默的守护在身边 两人后来的分手也是和平分手 当时的原因大概也只是因为不再合适了吧 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只会更累的话 那有的时候分开 也不失为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看完视频我们来玩个小戏吧 什么瓜不能吃